还有其他人 怎么那么巧合呢 自己说上完课 或者在课程的过程中 络绎不绝的巧合的好事连连 真的是好事连连 在你身上发生好事 enhancement 都看得到人 有 都举手啊 人人中奖 好好好 那么 这就是 你有心 天地有意 是不是 在太阳圣德的这样子的 一个折散固执下 把好事 连成圆圆圈啊 大家都有机会 所以络绎不绝的好事 连连 我看到我们 美国的Amy 她上课 连他们家小孩说 跟同学闹别扭 她上完课那个闹别扭的同学 隔天 主动打电话给她的儿子说 没事了大家都 都好了 她说真是不可思议 连她小孩都圆满 是不是 当然这是其中之一了 好事 还真的是怎么会那么多巧合 那么 这个欠钱的 也跑来还钱了 是不是啊 在全世界各地都 都在精彩的上演中 到现在还在上演 所以每一天都在看着 哎呀 好啊好啊 真好啊 所以我后来 也没那么多钱工夫 回了你知道 最后都是双手合十 就回她一个 这个可爱的 土导 但是今天我在共修科我就要讲 刚刚不是唱荣耀天吗 是不是 是 好事你拿了 那接下来你要荣耀天啊 是 你不能说哎呀导师我好感动 哎呀真的是哎呀 多少年的问题 多少的心事多少什么都解决了 哎呀真是太感动了 不是这样就完了 是后面 你得了这样子的 这样的感应 这种好事 比如说有个学员 他说他几十年的 家庭的什么问题 就在这个上课的过程中 如同什么 就像电视八点档 一面上那个故事 在演出 演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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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 上完刚好圆满 他说真是不可思议 像 比如说啦像这样子的 你几十年都没办法圆满 那这会上了课圆满 你谢谢老师 OK 我接收到了 那接着下来是 你因为一堂课 圆满了你家庭 几十年的问题 今天这个问题你圆满 社会上的负担就少一样 对不对 负能量出处也少一样 那如果你可以让更多人 都能够因此而圆满 这个世界才会祥和 才会幸福 才会大家平安吉祥 所以天地大开方便之门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好事连累 所以每一个人都不能掉以轻心的 觉得 啊谢谢啊 谢谢完就没事了 那不是 那是应该 因你的例子 而让更多人知道 天地的爱一直都在 只是你有没有把新门打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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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就没有把新门打开 所以我们把新门打开